双肺纤维皂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梁控利 陕西省结合病房治院影像中心主人医师 这个纤维皂是肺部的病变 比如说肺部的炎症 肝性病变 比如说结合 那么经过治愈以后 它会形成纤维化 形成调索状 或者是硬结状 点状的结结状的硬结造 那么纤维皂它的出现 就说明这个炎症是已经治愈 它的病灶形成了纤维化 那么它是病灶炎症消失 结合治愈以后的最终表现 那么比如说结合这个病变 结合病变随着临床的治疗 肾出的病变可以完全吸收 但是那些结合的硬结性改变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坏性改变 不能够完全吸收 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 而发生纤维母细胞的增殖 发生了纤维病变 形成桥索状 或者硬结状的 结结状的硬结造 甚至随着时间的延长 也会发生钙炎的沉疾 而发生钙化 所以如果在肺部结合病变 最终形成了纤维调索造 或者结状的钙化以后 就是表明这个结合病 已经愈合了 你大可放心 感谢观看